物资做好分类 装箱打包后 进行统计在一箱箱搬上火车 大麻疫情持续延烧 芙蓉慈祭志工准备物资要送隔离中心 疫情当下行动管制令不断延长 隔离中心的物资和医疗设备短缺 人们生计更为困难 孤儿院在疫情中挣扎求生 不少贫苦家庭面临断粮窘境 芙蓉慈祭志工及时伸出援手 看他们的这个困难中心 是需要什么 切发什么的因子 后来他就是有带给我 那一个什么他所需要的因子 他也能感恩啊 我们都能够养他 因为他是觉得有他能够欠多人嘛 所以想到因为现在这样的疫情啊 我们都是要互相来来 你才能够资料 我一定会有很多 我听到游戏过来 最近三年 三年 我真的要有很多 雅蓉慎智工 他在疫情困境中 为有需要的人或团体 做最坚强的后盾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 肖药组 简秀芳 马来西亚报道